风云无稽凑了过去 可知他有什么样的能力 站在那树红光之中 躬身看着那只羊皮指道 阿龙索拥有深渊领域 至于深渊领域拥有什么样的能力 暂时还没人知道 知道的也基本上死了 阿龙索潜藏的地点非常隐蔽 很难发现 当然找到深渊领主阿龙索的妖魔 还是有大 只不过很多以往是福 收服阿龙索势力 最后都是有去无回 在被阿龙索击杀之后 气势黑暗深渊 血肉被深渊生物撕食之后 骸骨存在了漫长岁月后 被深渊之水冲上了深渊通道口 一致于此 那里现在已经铺了厚厚的尸骨啊 至于杀戮之主们曾经建立的杀戮军团 主人也绝不可放过 杀戮之主曾经有在魔界建立过一个杀戮王朝 虽然历史并不是很长 只有数千万年便泯灭了 但是那毕竟是与十三个王朝平起平坐的势力 他留下的势力也不会差到哪里 主公如今一招震慑住尼古拉斯王朝 正好趁他们没有派出新一波大军之前 取了杀戮战甲 先收服了杀戮军团 而后再去深渊降服那深渊首领阿龙索 有了这两支庞大的军团 王朝的实力便翻番了 便是尼古拉斯王朝真的准备作战 也要考虑一下是否损失太大 而被其他王朝所衬 如此王朝反倒越发安稳了 佩里斯一脸自信道 主公若是能做到这些 王朝建立之时便是主公 真正具备争霸实力之日啊 当然我在暗财所的地位毕竟不是很高 这类记载也不是很清楚 其他一些部署还需要主公去收服 我们的时间可并不多呀 天空五星当空 再过一段时间只怕是神魔之战 便是开始之时 主公若是不能在这段时间积累足够实力 到时只怕会沦为战争的炮灰 当黑暗君主的命令传达时 所有魔族都需要听从号令 到前方作战 绝无幸免之力 主公功力虽高 但若胜其他种族的高手 只怕 佩里斯 你的确很忠心 嗯 风云无忌拍了拍佩里斯的肩膀 高 高兴道 不过在这之前我们需要做一件事 什么事 佩里斯下意识道 前一 中央王朝所有属下听令 即刻起将中央魔山 一只魔界正中央 风云无忌的声音响彻了整个中央魔山 轰隆隆隆隆隆 随着一阵巨大的声音 整座高耸入云的中央魔山速速而动 大量的碎石从山体上滑落 风云无忌坐在中央大殿上 力贯山体 中央魔山山脉 身藏在地下的部分 渐渐的一点点的向上拔起 片刻之后 整座中央魔山的山体 整个悬空起来 三大军团的妖魔 立即附于中央魔山之上 从各个方向拖起了中央魔山 便在风云无忌以悉心大法 第九重天 灭了尼古拉斯王朝征伐大军之后 整个中央魔山拔地而起 在一众妖魔的搬运下 王北移了数千只里 魔戒正中央落了下来 落足之后 中央王朝正好处于魔戒 数个王朝的夹缝之中 所处的位置更加复杂 不过与尼古拉斯王朝 所属之地之间 却是隔了一个撒哈拉王朝 魔戒万道星辰 从天而醉 早已经震动了整个魔戒 而在这异象之后不久 一座巨大的魔山 便在一众大小妖魔震惊的眼光中 降落到了复杂的魔戒中央地带 与这座巨大山脉一通降下的 还有大量的精锐妖魔 砰 黑色的骷髅旗在中央魔山上 正中力气 中央王朝一宣布换了个地方 原本处于这处范围之内的妖魔 在一个照面间 便被中央王朝的三大军团 徒露殆尽 中央魔山挪移第二日 三大军团出战 对整个魔戒中央地带 倾剿了一遍 至少一些稍微强大点的势力 倒是战时放过了 鉴于中央王朝的强悍实力 众多势力战时选择了沉默以对 都期待着对方能出手灭掉这个势力 接连五日 魔戒中央开始了势力清洗 在这个过程中 黑暗军团与第七天魔皇军团 都进行了心血的换洗 吸收了一些杂牌军中 强大点的妖魔 以补充军力 三大军团之中 只有毁灭军团 丝毫不为所动 依然保持着所有的成员 均来自于太古 在展示震慑住 魔戒中央的大小势力后 冲云无忌不顾太玄等人的劝阻 带着佩里斯向魔戒西部而去 魔戒西部 风云无忌 累下夹着佩里斯 站立在一处山林上方 在山林边缘 便是一片连绵光秃秃的 岩村地带 风云无忌身上 覆着正式杀戮战甲 在吸收了足够的杀戮支气后 这件艳品 在外形上 已与杀戮战甲相差不大了 那里便是了 风云无忌的意识 感应了片刻 指着东方一处 巨大光秃秃的山脉 喃喃自语 身躯一晃 已带着佩里斯 出现在山林边缘 山体外延 风云无忌 溥一靠近 便感觉到了一股 银耳不发的杀戮之气 杀戟所向 正是二人 风云无忌的心念一动 神识破空而出 透视整座山脉 奇怪 没有任何杀戮军团的存在 风云无忌咒了咒没道 主公 你试一试 往这个骷髅头像的两个中间 涂一点鲜血看看 佩里斯却指着山脚下 山体中一个不起眼的 骷髅头像道 你可是想到了什么 啊 这是猜测 主公已感受到这座山中 有杀戮之气 却又偏偏魔石搜索不到 那只有一个可能 所有杀戮追随者 都栖息于 另一个空间之中 而这座山 只是一座连接通道 佩里斯想了想道 否则的话 主人不可能发现不了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不必吐血了 风云无忌待人道 说吧 目光变幻数刻 片刻之后 眼眸之中 散发出一阵妖异的光滑 在佩里斯迷惑的目光中 这座通体光秃秃的山脉前 躯空 放开了阵阵波澜 而风云无忌的身体 则诡异地扭曲变化起来 大半个身躯 都化为滚滚的烟雾 天魔神通 这门来自 域外天魔天的魔王 无上的天魔神通 拥有诸多 与空间相关的奥妙 风云无忌闭关之时 顺便 再研究了一番 这天魔神通 其中有一项能力 便是天魔之谋 能化身为天魔 以天魔的视野 看透空间 走吧 风云无忌一拉佩里斯的手腕 一步迈出便凭空 消失在这座山脉前 佩里斯只觉得 眼前空间变换 各种扭曲的图案 从眼前一律而过 片刻之后 这种空间变换的感觉 消失无踪 一声清响 风云无忌 带着佩里斯 出现在了一片黑暗的 国度之中 这是一片黑暗地带的 地下空间 整个空间正中 只有一块空白的地带 这处突出的平台上 有一个血色的骷髅头 那骷髅头的眼眶中 不断地向外喷吐着 两缕红色的火焰 一缕缕血色的液体 不断从那骷髅头的 眼眶中流出 将整个骷髅头的表面 闻出血管状的纹路 在这片半径 十丈左右的平台外围 便是一片黑暗 风云无忌 与佩里斯 便站在这块平台上 主钩 佩里斯似乎有所发现 刚开口还未说完 便被风云无忌打断 不用说了 我知道 风云无忌淡然道 随后走过去 在那骷髅头前 一块盛着血水的石台前停下 右掌从袖中伸出 静止在那手印中按了一下 哄 一道狂暴的力气 冲入风云无忌的脑海之中 你是谁 为什么闯进这里 那狂暴的力气 化为一团变幻的魔气 在风云无忌的脑海中 恶狠狠地咆哮着 在风云无忌手掌暗落之时 这片黑暗空间 突然响起了风啸之音 平台之处 浓浓的魔物从地下涌出 化为无数的魔鬼 围绕着平台旋转 佩里斯垂下眼帘 心中暗道 主公找到官窍了 我是谁 哼 我是你主子 风云无忌盯着那魔影 风云无忌双目一臂 随后在体内运起了杀戮魔诀 静止跳过第一层 进入第二层 杀戮天下 宁如实质的杀气 从风云无忌的身上浮沉而出 化为屡屡现状 射向四周的空间 这便是杀戮之主 找回杀戮军团的过程吧 佩里斯在一旁看着 风云无忌身上 散发出有如实质一般的杀气 一缕缕地没入到 这空间的深处 轰隆隆隆隆 整片空间震动起来 黑暗的空间明暗变幻 渐渐明亮起来 两人身判 那本以为是装饰的血色骷髅 突然一张嘴 发出了一声尖锐的力笑 四周浓烈的魔气 顿时动荡起来 那魔气越扬越高 露出下面一具具 身着战甲的躯体 这些躯体脸朝下 背朝上 也不知在这躺过了多少年了 一阵子速速抖动的声音 从四方传来 这些魁梧的身躯 一个个地爬了起来 四周浓烈的魔气 一缕缕不断地没入 这些被封印的战士铠甲下 苍苍苍 整个空间里 都响起了铠甲的震动声 转眼之间 密密麻麻地杀戮战士 围绕着这方平台站立着 参见主人 密密麻麻地杀戮战士 猛人右掌 紧紧地抚在胸口 单膝跪下 仰着头 看着风云无际 那迷茫的眼眸之中 渐渐倒映出 一身战甲 风云无际的形象 从那瞳孔深处 又浮出了一副战甲的形象 两副战甲的形象 渐渐融合在一起 而这些杀戮战士 原本迷茫无神的瞳孔之中 也渐渐地轻鸣起来 誓死效忠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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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阵阵疯狂的呐喊声 从四面八方传来 几乎是在这些 被封印的杀戮战士 恢复神志之时 那十台之中 血色的骷髅 咔嚓一声 裂为了两半 坠入地上 化为了激愤 风云无尽冷峻的脸上 终于浮现了一丝笑容 而一旁 不为人注意的是 佩里斯的脸上 也落过了 一丝满意的笑容 很好 你们便是我 名下的杀戮军团了 你们之中 谁是少量 我 一个寻厚的声音 从左方传来 在塌塌沉重的脚步 一个身着仲凯的壮汉 在风云无际的身前 单膝跪下 巴图立刻参见主公 巴图立刻听令 从今以后 你便是杀戮军团的首领 率领杀戮军团 加入我的麾下 乃是我中央王朝 现在的第四大军团之一 是 巴图立刻的回答 只有简单的一个字 都起来吧 从现在起 你们便是我中央王朝的战士了 哈哈哈哈 看着这密密麻麻 数目至少 达到百万的杀戮战士 风云无际的心中 得意非凡 终于忍不住 哈哈的大笑起来 愿主公 一统魔剑 成就无上霸业 虔诚的歌颂声中 一片片杀戮战士 再次跪服了下来 现在 随我出去吧 风云无际一掌情出 掌心 一团急速旋转的气团 重重地轰出 空间上方 随着一声咔嚓巨响 一个巨大的窝口 出现在众人的眼中 风云无际披风一摆 率先 从这处空间裂口 破空而出 身后 那密密麻麻的 杀戮军团战士 源源不绝地 从那空间之中涌出 每一次战士 踏出那片黑暗空间时 都情不自禁地 抬头看了一眼天空 目中露出一片 感慨的神色 如此众多的杀戮军团 浓烈的魔器冲天而起 早已惊动了 附近的妖魔 不管是低级妖魔 还是妖兽 都惊慌地向外逃逸 在此地生活了长久的时间 根本就没人知道 这里居然还潜藏着 如此庞大的 一支强大军团呢 风云无际 与杀戮军团 只在这里停留了片刻 便破空而出 化为一片黑色的浪潮 向着中央摩山飞去 当风云无际 回到中央摩山之时 太玄等人 早已经被惊动了 杀戮军团的实力 令巴尔斯巴达 与太玄那是震动不一样 巴尔斯巴达震动的是 如此杀戮军团的平均实力 而太玄震动的是 却是这支军团的数量 毁灭军团的个人实力 虽然要强过杀戮军团 但并不是强上太多 更重要的是 杀戮军团的人数 远远要多过毁灭军团呢 太玄暗自思量 若是两军交锋 毁灭军团就算胜 也只怕是惨胜 杀戮军团之中 实力超过魔神级的 也不在少数 这支军团 浑身都散发着 令人生畏的浓烈杀戮之气 便是看向同僚的眼光 也是赤裸裸的 也是赤裸裸 不含丝毫杂质的杀气 为了便于管理 风云无际 不得不将杀戮军团 与其他三大军团 离得稍微远一点 获得杀戮之主传承的 非常之多 留下的杀戮追随者 有些早已经散了 有些却被封印保存下来 以为下一代杀戮之主所用 像巴图利克这般的 杀戮军团 数目达百万 这如大谷的势力 自然也不止一处 其后几天 风云无际又出去几趟 依法炮制 相继召唤出了 另外六批杀戮军团的战士 这些杀戮军团 属于杀戮之主传承中 势力比较强大的 杀戮之主 所留下来的 第497章 王朝战争 五 原本杀戮之主的遗物 根本不止这点 但由于风云无际之前 一些杀戮之主 提前将这些遗物 在杀戮之中耗光了 所以 实际留给风云无际的遗产 并不是如何庞大 展示性地挖出了 六支杀戮军团 共计约一千多万的部队 首领分别是 巴图利克 萨格斯 巴尔塔 巴尔摩 吉诺利斯 和索尼 六大杀戮军团的首领 每一位首领 都有古尔列以上 泰选以下的修为 风云无际 将这六大杀戮军团 总合为一支 按照王朝规定的 杀戮军团 归属于佩利斯名相 让他总领六大杀戮军团 巴图利克 萨格斯 巴尔塔 巴蒂摩 基诺利斯 索尼 分别归属他的管辖 尽管佩利斯的实力有限 但军令如山倒 风云无际 身为杀戮之主 并没有照顾手下 情绪的气度 有了杀戮大军 一千多万军队的加入 整个中央王朝的实力大涨 初步 具备了进行一场 王朝正面对汉的实力 尽管 注定是输的一方 中央王朝正面对汉的实力大涨